日本人的年紀四年 像大學四年這樣 我剛完成第一學期的功課 我也跟大家英長來講一下我們的這學期的成果 防疫的過程 我常說這句話叫做超負荷 超負荷是什麼意思 它是在年紀時你的肌肉雞肉會敲開 敲開之後它需要一個超保障比較的回復 所以你的雞肉越來越大 這個超負荷的情況 其實就是現在便宜所發生的狀況 全台灣人民都需要來中市 來跟醫生一項顧好在工作時間上面 以及醫師雄關小的基礎 包括社工 包括護理師頂頂 這都應該是建立台灣安全衛生的很重要的工作人員 請大家讓醫師頂頂緊緊和支持 也希望行政員可以把剛才說的一個中雷和保障 投入到剛才說的特別基礎來替他們做一個會議 但是我們知道無論危險 它會透過的眼睛來感染嘛 我們市集防護的皮皮本來就有割到父母陣了 是不是可以我們請看看 地方的消防人員如果有需要 看我們是可以怎麼協助好不好 本市希望說 簽隊就有在地的風險個案 的時候以及就有這個 可以通過危險的加急 也是說武漢加急啊 可以來車輪 客輪看看好嗎 我們現在到底包括農業的農販也好 或是科技也好 甚至是衛生土也好 或是跟美國來買的情報都好 我們農這個信息的政法到底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政法的部分 以及就是農民怎麼來使用 我去到紀斬 我覺得這個Apple的使用率比較沒那麼高 要好好選團 並且讓大家知道 台灣的農業是有地位的農業 以前電腦會噴頭頭 現在電腦會噴頭頭 7年的時間蓋了8個火力電廠 台中現場是國民黨料料理 用煤量來到歷史最高的時候是胡志強任內 在過年的時候我有要求 這個經濟部火力發電廠能不能關掉一天 天然氣的管線在修等等都是透過過年 可是我們需要有一些灌量電話能撐得住 我們還是減載 減載到85% 其實最大的主因是因為擴散條件 純潔的時候擴散條件不佳 所以中火降載85% 空屋並沒有獲得改善 救災還要救人 這個時候就申請一個 跟一般的天災人和最大的差別 就是心理的壓力 大家會怕負責 這個又出國過 那個又去糾紛 那個又去責任 這種的心情 其實在生物災難的時候 都會責責一個民間自己發生的壓力 包括第一線 它有靈緣 心理的壓力 我希望說社區的頭人也好 社區的外長也好 甚至是這個鋼澤作單位也好 要這個真真正正 想辦法讓每個人 可以主動來關心 來聯合成績 提供 組員 以及生理的支持 有很多 這個以後靈緣 來和我聯絡 這個帳戶上班總 讓大家便宜 不知道到底是 親屬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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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主管理後變成績沒有上班 那為福報的一千塊他也領不到 那對家儀的靈緣 來講他覺得很無垢 94年的時候 有一個派便失敗 近年我們又遇到他 算很有緣分 第二次的民眾 有一些疑問 包括說他如果挑工 拜託的時候哭哭掃 這天有白緣 但是還有一個可能 他沒有要投票 站在外面 有可能讓人心深畏懼 這有可能 法便其實是憲然保障的基本民款嘛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鼓勵大家的民眾 來實施他自己本身的法便關係 不管你支持或反對 都應該要出來投票 你怎麼知道 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們用客家義 用法義 用台義 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鼓勵出來投法便票 沒有代表他一定是投給法便 他也可以投給反對啊 在台中 過去提出一個 山海寬山的鐵路價位 經費的部分 我想 是不是立場都站在 区域發展到這個部門的立場 提供能不中的台中市府 把它倒閃一下 那我也知道 現在 交通部有一個714億的美案 我們如果要投票的 加上 酒米開發的效益 差不多是可以降價到570億 也希望說台中市府這邊 透過的廠站開發 以及增加自償率的西案 那這兩個新的案 有可能比現在 香港民在想的那個紀律 可以更加更近的 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國後在那 阿公載到小孩 還有那個大車 山椅子做會塞在這個 山椅子上 其實看起來很恐怖 3月日本大大黨的時候 他們做出一個 事情 包括要發展到 富修多的系統 所以在這裏 整個部署的事件中 如果台北 在這裏 有可能 要發展到的 立場上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利用這次的機會 來檢查看看 這個 首都檢壓 立院先行的方案 本議委員 臺北議員 13人 因為台灣 長期欠缺完善的 國後幾月 長期以來 山椅子和林靠 向北部來外 所以實在有 提出新中部 開業發展思議的必要 前行政委員 有多少錢得 在本議比順的時候 說出台北 首都應該要檢查 立法院行政委 應該補回中籤 向中部行為 行政中心 所議長也標示 過尊重 跟我們議會的 決定 台北高階的 立法委員 臨以來 只要立法院行政委 整個平庫報告 還不進行 台中有 南北歐來 歐來的便利性 交通部長 林靠梁 我們如果 提出 立法院行政 成功領的行法 檢查行政委 提出 立法院行政 可行政 平庫方案 檢查公開 我們在 霧峰的 這個光復新村 有一個 這個 INGO的中心 這個大概是現在 目前進駐的 這一些 這個組織 非常的多 也踴躍 但是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盧秀英市府 提出 廢止 台中市政府的 國際非政府組織 推動委員會 我無意評論這件事 好或壞 我想講的事情 這一次 台灣在公衛議題上的 專業表現 蠻多國際的組織 會希望能夠來台灣 怎麼會由地方政府 來決定外交事務 是否要繼續推展呢 台人 去這個 單任MGO的 重要幹部的話 我們有沒有具體的 推展計畫 有一些 或許有機會 但需要投入資源 如何幫他宣傳 加大這個力道 讓他們能夠真正落實 我們說的 讓國人 讓台人 可以進入 這些組織當幹部 當中我們九龍年 要選舉的時候 我們民主說你是台獨 我們看到六四天安門 那個聲援 他說你是台獨 你還要做轉型正義 國台辦說什麼 這是去中國化的台獨工程 香港在做幻想中 他說這叫台獨結合港獨 中國民主做的是任何的事情 他都說你是台獨 只要我們想做變好的事情 他都沒有 很奇怪 民主自由 那不是我們回去在追求的嗎 他們投入到議論 投入到 把我們共和 把我們威脅 這叫一手蘿蔔 一手棒子 還減會台 又台 又立台 這些工作來影響到 我們不管是政治的局勢 這才是民眾的心態 這可有算一種外國勢力的影響 對 本議委員 南北委王頂務 頂十九人臨時提案 有前一 衛星 保理部衛星所 憲保理地控告 百里六 控控三五七號 凡事 一公告 探親三十五 的屬於星星來台中 還有臨時 可以從來臨部 處理國家移民宿的 這個規客 來發給他處理 境的規客 但是呢 這個凡 是日本人 這款行事 法庭 集中所規定的 法規明令 衛星保理部 當初是沒有照港 法庭六十條上來 日本人 賃請提報 日本人的回憶 所以 因為這樣 建請衛星保理部 願以廢製改功課 請工作 衛星書裡面 我拿去看 為什麼我們的保祖 中國相關的 這個 憲定 其中有 有六七十道是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把他用來去 上海 用來去香港 這有算外交部的業務 沒有 這個保祖是不是可以感動 因為我問外交部 中國不是你們管的 大家都跟我說不是 結果外交部 衛星書裡面 一大堆東西 選中國 名中國國民黨就算了 但是如果保祖的行動 我們弁力的理想 跟中國有關 我拜託 讓我看看 如果你要寫大陸 你就叫做委員 你要寫中國 我一定會 每天都拿出來看 他用這個三家公司的名義 買了四十二萬張的大同股票 聽起來是一個 民間的投資 而且在現有的法律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定義 大同是一間 中國企業 但是 實際上 這一間公司參與了 非常多的國防標案 其中還有兩項是 機敏性的業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怎麼樣的去調整 我們對 他們交流的一個企圖 尤其是在不管透過文化上 教育上或者是體育 甚至是 民間的經濟投資交流 他都有可能被用來 作為情報滲透的管道 國防部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跟事實 當時我們記得軍隊國家化之後 我們一直要很清楚的講 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當然在海外 包含不管我們講華僑 台僑 或者是這些退役士官兵 其實他們都有選擇的 他們有可能透過比較好的關係 有限制機密的這個 機敏人員 有可能透過士官兵 來替他做赴中國這件事情 所以希望他們在做出錯誤的選擇之前 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的來強化敵偶意識 並且做好這個反滲透的準備 我想退補會這個部分 宣傳管道是不是也可以在 我實在有很多很多台僑 他們跟我說 過去他們對教委會這三個禮拜 很容易 因為教委會就像以前 白色恐怖的 陳北總部 我們有外國嗎 教委會有清清他自己的改名 我是說你從我的全行政議 有成民來面對過去這些歷史 中國現在用大外宣和滲透組織 來奉上中國好棒棒 那我認為呢 我們要讓教寶知道說 南台灣和中國不一樣 謝謝 想起碼